现任葡萄牙足球国家队队长 效力于沙特利亚德胜利足球俱乐部的C罗 9月5号在里斯本卢斯球场 率领葡萄牙队主场迎战克罗迪亚队 比赛第34分钟 C罗踢进职业生涯第900个进球 这是C罗为自己更为足球界创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从2001年第一次代表葡萄牙体育俱乐部上场至今 现年39岁的C罗为葡萄牙体育俱乐部进球5例 之后陆续为曼联进球145例 王家马德里进球450例 尤文图斯进球101例 利亚德胜利俱乐部进球68例 为葡萄牙队在国际比赛中进球131例 完成了华丽的个人900例进球的世界纪录 比射手榜第二名 进球859例的阿根廷队前队长梅西多出41例 自刚刚出道起 C罗就拥有了享誉国际的知名度 他强悍的踢球风格 极快的代球速度 擅长的投球得分和全面的各种技术 让他在世界各地收获了大量粉丝 23年来 C罗也成为欧洲杯唯一的一位六朝元老 五次捧起金球奖 五次获锋足球先生 斩获四座金靴奖 更带领球队赢得各种比赛 在遇无数 目前C罗状态不错 有望未来创造更多里程碑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任浩综合报道 优优独合报道 优独合报道 明信任浩统合报道 市场的标志 区球奖